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总统大选过后了 那么也像老船长讲的 保证台北股市 星期一会准时开盘 我在上个礼拜就讲过了 但是我说这个盘开了盘之后 会往下先跌 为什么 因为趋势盖头反压 它就是要跌 可是跌了以后 它会反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放空台子旗 跟选择权 buy put 那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今天一早上一开盘就全部断头 我相信 你现在参加的老师 里面有很多是 他台子旗 也有在收会员 股票 他也有在收会员 对不对 那这两个都有收会员的情况之下 大家动动脑想一下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对不对 好 经过了总统选举完 这个礼拜开盘一直跌跌跌跌跌 今天大涨嘛 所以说在这之前你参加的选择权期货老师一定是怎么样 叫你放空 对不对 他们会来个顺势操作嘛 反正跌他们就说是跌嘛 那你手上的空单怎么办 今天一开盘就是面临了追缴 断头 那完蛋啊 老船长 这还不够哦 如果他有带会员的话 他应该有可能 因为旗子做空嘛 他应该有可能会去放空AI的个股 那你说你空广达也好 空技家也罢 你最倒霉就是空什么 空伪创 各位看 好 我们看到大盘 对不对 三二三一的伪创 那么这个伪创 各位注意看 老船长在前几个月 没有一天说伪创好的 没有一天哦 你们看我的节目 像我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运通财经台都有播出 那这个网路呢 就是下午四点半 每个礼拜五预告 下面一整周的行情 那这个节目全国只有我一个人敢做 因为几乎老师都是看图说故事 对不对 好 那各位看哦 我在运动财经台的时候 这几个月我天天哦 天天都在怎么样 讲难听你就在骂 不要买伪创 对不对 要跌呀要跌呀要跌呀不要加码摊贫 那中间很多老师叫你什么 要北上啦记不记得啊 这个叫你去买伪创啊抄底啊 其实他们都是买150-160的 各位懂意思吗 那买150-160的主管机关规定呢 要设停损呢 有没有设停损 没有设停损 完全违反主管机关的规定 也就算了 那当然你跟着他操作 融资已经早就断头了 一直往下断嘛 对不对 你已经输死了 那我请问大家 他为什么叫你一直抱着 很简单嘛 他就是等你的会期到了 2023年跨到2024年 很多猪脑袋的会期都到了 那到了之后 你的伪创就是你家的事情 你们家的事情 他就不管了 那你也不能退费啊 然后你才发现 哎呀被骗了 对不对 这老船长在节目上 就一直怎么样 揭发他的阴谋 是不是 那一直跌 股票跌跌跌 已经到了2024年了 最近你们有没有看 我没有在骂伪创了 对不对 因为我在节目上预告 说你们不要 选后不要碰 ECFA清单的概念股 对不对 比如我说台塑1301 各位看一下 台塑死了没 死了 这是ECFA清单概念股 还有钢铁2002 有没有 中钢 死了没 死了 对不对 还有9921 中概股 对不对 这个巨大 那台北股市今天涨成这样子 这些股票根本就不动 收了盘之后 有这些股票的人都躺平在那边 他们就去想 一个礼拜前老船长跟我们讲说 要避开 选后会跌 而且是要跌ECFA清单的概念股 然后请你们怎么样 把它赶快干掉做肥料 然后我还好心说 你的这些股票 卖掉之后要移到什么 移到半导体跟高科技股 因为这两项是我们的强项 对岸中国大陆 它是没有办法用ECFA清单来修理我们的 各位记不记得 老船长你真的有讲 可是我们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那就对了 你现在笑不出来了 是吧 那什么叫做半导体 什么叫做高科技呢 半导体概念股 就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 均豪 我们会员的持股 那还有一档是什么 高科技概念股 那就是AI 老船长为什么 AI就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不是高科技 难道是低科技 伟创 这是我们的持股 今天拉涨停锁住 那我在这边郑重的讲 我们的资金 所有会员 是分成一半买伟创 一半买均豪 换句话说 我们会员的所有资金 我是请他们50%资金 压伪创 50%的资金 压什么 压均豪 那这个是半导体 这个是怎么样 AI 人工智慧 高科技 我讲跟做 是一模模一样样 但是你们看节目 上个礼拜 你有沒有参加会员 你看完我这一集节目 你上个礼拜 有没有打电话进来参加会员 你没有嘛 所以你现在手上报的股票 还是几十档股票 你没有伪创 你也没有均豪 对不对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老船长 我参加会员 我的老师讲的股票 跟我手上的股票 怎么都不一样 很简单 他把会员分成十组 对不对 每一组叫五档 他就可以叫五十支 那么叫五十支呢 里面有涨的 他就拿出来骗 说你看 这是我会员的股票 那你看了节目之后 打电话到投股公司抗议 对不对 刚好冰狗中计 哎呀 这样好了 我帮你换到那一组去 你再交八万就好 因为那一组是特别会员 我收特别会员要交三十万 我交 你交八万就可以 然后你就像猪脑袋一样 就被骗了 又交了八万 对不对 来 参加那一组之后呢 然后第二天看节目 他又在讲那个 你手上没有的股票 你打电话去投股公司抗议 好 我再帮你换到另外一组 就是这样子 那弄到最后你实在是 没有办法再骗你了 对不对 你要退费 他就退给你 那他划不划得来 划得来啊 他收一千万的会员 对不对 他退掉三百万 他还赚七百万 所以这个生意在投股业会 一直有绝大多数 九成以上的人会这么做 那你放心 你参加我的会员 我只有一组 我没有第二组 因为全国 全国听好啊 只有我一个分析师是 只收一组会员 因为我不诈骗的 那我如果说谎不识 我个人下十九成地狱 不得好使 请观圣帝君坐证 不要啦 我们请观世音菩萨坐证 因为我习惯讲观世音菩萨 我是就着自己死 跟你没有关系 那全国分析师这十几年来 只有我一位敢这样就着自己死 有第二位 我立刻退出投股业 好那现在来了 你们说老船长 你现在讲 你会员的股票伪创啊 这个君豪啊 那你在讲啊 对不对 那听好啊 我的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对不对 他们在看我的节目 如果他们不是所有资金 我请他们一半伪创 一半君豪的话 那我每一个会员 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到此为止 全国只有我一位分析师 敢讲这个话 做得到 有第二位 我退出投股业 所以你现在在看投股的节目 你会发现 你过去没有参加我的会员 是因为怎么样 你可能是别的老师 眼中的猪脑袋 好窄啊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参加那种双证照的分析师 对不对 台子齐 他今天一大早 让你断头疏死 追脚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上个 他是怎么样 他昨天是留空单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 他的股票呢 叫你去空AI概念股 假设你空的是这一支 好举例啦 假设你空的是广达好了 你空广达 对不对 你还可以补哦 我认赔啊 补啊 补补 可不可以补得到 补得到 但你空的是这一支 我们会员的股票 请拍谁哦 关门放狗 嘎死你 你看 你参加会员 把会费交给他 对不对 或者是你是交给老船长 我们这边大转 掌停锁死 他那一边是怎么样 嘎到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而且台子旗也让你输到断头 你就知道你的老师多会骗 那我今天赶快来看 我老师节目怎么讲 你放心 他第一个不会讲他起子疏死 我给你挂保证 绝对不会说 放空今天被嘎几百点 不会 诈骗 对不对 第二个 他绝对不会说 他放空股票 空这个AI概念股 然后怎么样 今天比如说 空伟创被嘎死了 掌停锁 绝对不会讲 你放心好了 绝对不能承认 承认还得了 但你是他的会员 你本来希望他像一个人 有没有 在节目上 能够跟大家 尤其跟他会员说抱歉 空错股票 被嘎死 对不对 那会员的期待是这样子 表示他还有人性 你放心 他甚至今天在表演说 他期货做多 然后什么股票 他今天进去 然后又涨停 就是这样子诈骗 你如果希望你不被诈骗 你来参加老船长的 我不敢说 我是全国最厉害的分析师 但是我可以跟你挂保证 我的会员 我把他们当人一样看待 而且全国只有我一位 十几年来敢跟神明发誓 也只有我一位敢说我骗人话 我会员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每一个 包括观众也一样 谁做得到 全国谁都做得到 你十一月份开始加入哪一个老师 到今天你看你是不是输死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 很多老师他很会讲 讲的一副大老师的样子 做起来一塌糊涂 输了一裤子 不然你就说 台北股市从选后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 对不对 从选后 是不是像老船长讲的一样 我说选后指数会先下跌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好 那昨天只有涨六十几点 今天大涨 是不是 只有今天大涨 那我们说过 不要去空股票 然后也不要去操作旗子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们讲 对不对 那很多老师就去放空 放空就被嘎死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老船长讲的都是怎么样 神准 我叫你不要ACFA 然后资金移到半导体跟高科技 你参加我的会员 你知道要买君豪 跟什么 跟这个伟创 对不对 好 那伟创今天掌听说 没什么好讲 我们来看一下君豪 你要注意 君豪是你的机会 因为他现在怎么样 还没有完全喷出去 他是台积电的怎么样 相关设备的供应厂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 我什么都不要挤 今天台积电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公司 对不对 他说我现在要下单给设备厂公司 我给这个君豪好了 对不对 因为君豪有接台积电的单 那这个君豪请问大家 他是阿珊公司吗 还是这个阿萨布鲁的公司吗 烂公司小公司吗 你认为呢 而怎么可能老船长 台积电是最机忧的公司 他一定怎么样 他要下单一定要筛选的非常严格 万一出锤怎么办 没错吧 好那我可以告诉你 君豪就是他的相关设备供应厂 所以君豪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是这个字叫COWERS 你们都会念嘛 对不对 那台积电这个的相关设备供应厂 就是君豪 这还不够哦 我们看到面板的设备厂也是君豪 那面板不好啊很糟 你就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面板 来3481 你看看这什么 这群创 面板在翻身了 你听得懂吗 面板最坏的时期已经怎么样 已经过去了 现在上来了 所以说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5443的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他的获利你要注意哦 老船长教你看 他2023年前三季赚0.6 很烂对不对 不怎么样嘛 但是他不是亏损公司哦 可是你知道吗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已经出来 他去年一季啊 第四季就赚了0.65 等于说赚赢前三季 为什么你告诉我 就是面板跟怎么样 台积电的加持嘛 你明白的意思吗 这些都是怎么样 从谷底走出 或是怎么样 2024年要喷发的COWERS 对不对 就在第四季就开始了 所以0.65加上0.6就是1.25 那去年2023一整年就是1.25 但是2024绝对不止 2024脚拉拉就是2块钱以上 那你看他现在股价多少 他现在股价多少 才30几块 你要知道台积电的设备厂 随便都是怎么样 几百块钱起跳的 对不对 随便讲什么加登啊 对不对 很多股票为什么都几百块 因为吃到台积电这个大订单嘛 那他呢有没有吃到 有啊 可是他是全国股票市场里面 COWERS最低价的 才30几块 那你告诉老船长 他今天出量了 一万两千多张 我给你看 你注意看 他今天的量出来了 他今天创了近期的新高压回 是因为遇到这边的反压 对不对 但是各位看 这个量能已经越过这边了 所以量是价的先行 这个高点不是问题 明白吗 那他如果今年可以赚两块多 那他又是台积电的设备厂 你给他多少 你给他多少 你去看其他的相关设备厂 股价已经到天上去了 所以说发现这一支 最便宜的 再给你看一下 最便宜的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住 明白老船长的意思吗 那伪创今天锁住 那下礼拜一万一直接跳空 又开高了 你也买不到 对不对 但这一支均豪就有机会 好我现在做一个结论 如果你今天参加我的会员 我从2月15号才起算你的会期 你打这支电话 免费的 免付费的电话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2月15号 是过完农历年开红盘 对不对 那过完农历年开红盘 我才开始起算你的会期 因为很多人会计较 我现在参加过年会期就有所损失 不用 我很了解你们 就2月15号才开始起算 如果你待会打电话进来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呢 接下来要把这个 君豪跟伪创获利之后 双剑合并 会买进一档股票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会大喷出 你听好了 我这个节目预告的 每一次都省准了 几乎从我开播以来 预告都会省准 只是你没有参加我的会员而已 你参加的是叫你去放空伪创的 叫你去放空台子旗 死翘翘的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你如果钱还剩最后一桶金 你来找老船长 我们是正派的 你不相信你看你老师节目 今天敢不敢承认 他输死 绝对不敢 还在骗 对不对 你当初就是这样被人家骗进去的 那我这两档股票 合并 双剑合并 我要买进一档股票 那当然了 就是君豪跟伟创 获利了结之后 你要买这一档股票的 你待会一定要打这一支电话 我相信这一档股票 他有机会帮你把 你2023年输掉很多钱 能够赚一笔回来 一笔一笔赚 你不要心急 因为你过去参加错老师 对不对 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看完这一集 你发现 哎呀 我以前原来是猪脑袋 那也没有关系 你记得一定要人 一定要开大门走正路 老船长十几年来 坚持这样子做 你要参加就要参加 把你当人的分析师 而不是把你当猪脑袋的 你准备好了吗 看完今天的节目 下个礼拜还是涨 我说的半导体跟高科技AI 人工智慧 那但是它涨到一个程度 我们会把它出掉 对不对 出掉我就要买那一档 双剑合并的标股 你听好了吗 你要打这一支电话 一定要打 我们线上有专人在等着你 帮你服务 而不是诈骗你 我所有的会员只有一组会员 如果你看完我的节目 今天又没有打电话 我只能说农历年快要到了 到时候你要发红包 过完农历年 你要缴学费 小孩子的学费 你怎么办 尤其过年前还要买新衣服 这些钱我相信 你没有赶上君豪跟伟创的 没关系 双剑合并的这一档股票 可以帮你把这些钱都一次赚到 感谢你的收看 开始拨打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